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六种超商就很容易买到的食材 我在这里特别列出我使用的义式色拉酱 以及奶油奶酪的种类 方便大家寻找 按比例用电动的打蛋器混合起来就可以了 这款干酱的口味偏甜 有浓厚的辛辣清芥末口味 由于清芥末的加入 奶油奶酪比重即使很大 也是香濃却不会腻的蘸酱 非常适合搭配牛排享用 取少量涂抹在牛排上一起吃 真的超级美味哦 想要做超简单牛排 可以去看我上一期发的空气炸锅牛排哦 另外一款是极建峰千岛酱 从头制作千岛酱需要非常多的材料 但是我自己会偷懒 用奶油奶酱和番茄酱按照5比3的比例混合 就会得到非常相近于千岛酱的口味哦 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加入少量的辣味 这里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日式美奶酱 美式的味道会稍微咸一些 混合后的极建峰千岛酱 有一种被中和的温和口感 有兴趣的话就快试试看吧 千岛酱配炸物非常好吃 特别是日式炸鸡 是我每次做一定会搭配的蘸酱哦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